好来看到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迎接九九重阳 并且祝贺结婚满60年以上的家偶 举办了重阳节 敬老系列活动的钻石婚的表扬大会 那么今年表扬有四对家偶 其中三对金婚 以及一对的钻石婚夫妻 现场200多人共同来见证结婚 五六十年的幸福时刻 气氛十分文心 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迎接九九重阳 并且祝贺结婚满60年以上的家偶 举办了重阳节敬老系列活动的 钻石婚表扬大会 今年表扬了四对家偶 其中三对金婚 与一对钻石婚的夫妻 现场200多人共同见证结婚 五六十年的幸福时刻 气氛十分文心 结婚超过60年的钻石婚 表扬陈柳泉及黄登美写抗令 分别是88岁及84岁 前三民国中退休之后 一起跟做果菜园当做运动 60年来夫妻互进互爱 一起分享签超过一甲子 一起分享情签超过一甲子 其中的秘诀就是靠着彼此包容与信任 同性为家庭付出才能成就幸福的婚姻 在大家的祝福之下 让他们有一个难忘的回忆 那另外一项 金婚表扬分别是陈五次 苏玉娇夫妻与李玉妇 詹金月夫妻及陈正辉 廖淑珍夫妻等三对家偶 黄三明表示 透过活动关心长者 也颁发敬老金给70、80、90岁以上的长者们 祝福长辈们健康快乐 越活越年轻 越老越幸福 记者高雄雄玉礼镇采访报道